我们灭盘的时候,通常业障或者是我们的劫纳都会消除或者生病啊,或者是有车祸啊。 那我们还会大业往生吗?就是我们投胎过后,或者是轮回过后,或者是做菩萨过后,还会有业障吗? 这个业主要是看大的小的呀,你大业你根本不可能灭盘的呀,你只有小的业障才能带上去啊。 听得懂吗?小的业障只是说不是新业,过去旧业,没报完,可以带走的。明白吗?要彻底改变的业。 自己要改变的,不可能的。 对不起,对不起师傅。师傅好像你看,你给那些亡人看图腾嘛。 好像他们上了天上之后,他们的业障几乎都是已经没有了,才可以上天对对。 你看看上哪个天啊?他在天道里面,他业障没了啊?他还在六道轮回,不知道啊? 嗯,就是我们发法。 你只有超出六道了,你是真的业障没了。否则的话,你只要在六道以内,全部都有业障的呀。 听不懂啊?明白。 嗯,听得懂。 你说你投人了,在山山道里面,你就没有业障了。你为什么人,投了人,为什么还施苦了?明白了吗?明白。 嗯,听得懂。